大家已经我再给大家领个核心思想 这个仪器的运转都是来源于后天之本的皮土而生 那么我们如何去调整皮土呢 用什么样的方法最快能调节土呢 大家看五行的相生的关系 谁生土呢 火生土 大家看气是这么生下来 然后到这儿在这儿再下来 清楚了吗 肾生木 木生火 火生土 土生金 金生水 这是五行相生的规律 所以说我们要想土 健壮没有湿气 我们应该用什么方法呢 用火的方法 这就是古人为什么发明酒火 大家说重要不重要 这就是酒火的力量 唯有火才能够去失 才能够健体 才能够生养我们赖以生存的中气 唯有火才能够调节 在运行的四项的变化 这就是酒的作用 也是酒的最深层的核心 它的核心就是什么呢 一句话 大家写完 叫土生于火 而火死于水 这就是我们 究道的中心思想 好好地去揣摩它 土是生于火 要想有它 就必须要有火 那么我们刚才说了 人无畏者必死 不是无畏 是无活者必死 因为只有火才能生土 那么火 土是生于火 而火怕什么呢 怕水 什么是水 金的粮 这个水的寒 也就是说寒凉 就是水的 就是火的克星 清楚了啊 所以说我们要远离什么呀 寒凉 少我们就说温则生 寒则杀 永远躲避寒凉 这就是养生保命的大法 互持推广生命台 宣扬佛陀正知见 张扬慈悲与智慧 累积福德成佛道 各位生命电视大道场的 互持者 大家好 因为你打开生命电视台 你就是在互持生命电视台 你就让佛陀的正法 慈悲与智慧 传播到你家 传播到你的心里面 传播到你的亲戚朋友里面 所以生命电视台 就是希望告诉大家 佛陀说 众生任何生命都可以成佛 都有佛性 也都是我们的爸爸妈妈 所以透过各种的方法 我们办法会 我们放生 我们弘扬佛法 我们印经 我们到学校 到监狱 目的就要告诉每一个生命 你就是佛 你就是未来佛 你就是我的妈妈 关心的对象 所以愿大家 多打开生命电视台 互持生命电视台 更要保护自己的佛性 就是你的生命 阿弥陀佛 互持正号 1996-5232 1996-5232 互名 生命文化基金会 生命电视台中武风奖堂举办 要师祈福法会 恭请海涛法师主法 日期 11月16日星期六 上午10点 地点 武丰护国寺 地址是台中市 台中市雾风区 南流里 柳丰路 298向59号 电话 04-2238-9987 04-2330-1045 生命电视 新电大名讲堂举办 八观摘解 恭请海涛法师主法 日期 11月17日星期天 上午8点30分 当日下午6点 梁黄法会 起见招请 地点 新电大名讲堂 地址是 新北市新电区 中正路54下 28号三楼 联络电话 02-2917-8855 02-2917-8855 在华严经 入法界品中 善才童子为修学菩萨行 曾参访五十五位善知识 从佛 菩萨 到人 天 善知识以各种身份职业出现 一般而言 凡是能引导众生 指而修善 入于佛道 都可称为善知识 就自面义而言 善 是能的意思 善知识即是能知 能事的人 善知识能知道 三界无安 犹如火宅 并引领众生 脱离轮回苦 在大波涅槃经中说明 善知识 能教众生 远离十二 修行是善 以此义故 明善知识 除了授业解惑 指引正途的师长之外 同参道友 以及互把善信 也是菩提道上的善知识 在磨合指观中说明 善知识有三种 一 外护善知识 以财物 能力 提供饮食 医药 资具 护持三宝 协助修行者的善知识 二 同行善知识 一起修行 相互提醒 共同精进于道业的善知识 三 教授善知识 讲经说法 开示善导 教化众生 明因事果的善知识 请进善知识 最重要的在于 得以依照正法 而去入佛道 更重要的 是在实践善知识的教导 若得以善知识 却不依照修行 不畏进化自己的身语义 而脚踏实地的努力 就如同将要饿死的人 周围有一大堆食物 而不去吃一般 无法得到真正的利益 望着蔚蓝的天空 我总是在想 在我拥有幸福的同时 又有谁 正在寻找着 他的幸福呢 真被幸福守护 追眼却绽放出 怎么也回不到 最初 眼前茫茫密雾 是我跌落在寂寞 的最深处 温馨提前落幕 从回忆中当初 心底的难过 无人切读 想把幸福送中 却发现新冠不再 与我同步 让我再看一次幸福 不要留我面对孤独 前方的温馨 前方的流风与火树 经济漫步 让我再看一次幸福 我的泪再也藏不住 谁 谁能带走我相信的春风 却发现新冠不再也藏不住 天下不再眷顾 收回所有祝福 收回所有祝福 天下不再看一次幸福 不要留我面对孤独 不要留我面对孤独 前方的云风与火树 静静满腹 让我再看一次幸福 我的泪再也藏不住 谁能带走我相信的春风 我只想再一次幸福 期盼又温馨 期盼又温馨的归属 等了与火的痛一苦 为我付出 我只想再一次幸福 就像童话中的过渡 永远繁星远步 请求爱再一次点亮 我的幸福 请求爱再次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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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